为提醒民众已让轻轨,高雄轻轨行进路口时会发出荡荡荡的警示音,但被不少周边住宅大楼居民抱怨太吵,市府捷运局说已将靠近住宅路段的警示喇叭与乳液后调低音量并改变喇叭方向减少影响。 随轻轨通车至博二,行进路段越来越靠近住宅大楼,高市议员陈梅雅金在议会质询表示轻轨当当当的警示音已引来不少住户抱怨太吵。 捷运局表示警示音有一定音量才能提醒车辆注意,由于白天道路车多,环境吵杂,光车来车网就约70分贝,因此警示音设定约90分贝,略高于环境音量,入夜后则将音量降至5、60分贝,同时将喇叭方向转朝地上,减少对居民干扰。 捷运局说是否调整音量要因地质疑,若是在车多环境吵杂的路段就许维持一定音量才有效果,但若行进较安静的住宅密集路段就会配合调降音量。 另外,轻轨转弯处轮轮轮摩擦的声音也不小,捷运局说会在轮轮处喷油润滑或放慢速度行驶,以降低噪音。 目前民众抱怨已有减少,会持续听取民众意见改善。 至于轻轮第二阶段正在施工,也持续与经过的美术馆、学校、医院等单位沟通讨论。 高雄轻轨路口当当当警示音被居民抱怨太吵,记者蔡孟于摄影分享。